苗培元的英文教室一字多译篇 第65集 讲了300多个 一字多译 所以这种字很多 而且如果你看到现在的话 你有这个机缘 看到这个字的话 它字都不难 都很简单 可是越简单的字会 越把大家搞得很惨 它的意思很多 而且一般还不只是两个意思 一般就常常三个四个五个很多 然后加上有不同的词性 那意思就更多 下面就是going 我们现在进行式 go它的进行式 那有什么意思呢 going 它就是逼动词 现在正在走 going 那当然一般是走 进行式 但是它一般也可以当形容词 进行中的going 正在走 正在路上走 就正在进行中的 可是它另外 形容词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 现有的 手边有的 现有的 跟进行中的不太一样 它跟这个就差很多了 你说green 我们一般讲穀物 米啊 这个大米啊 一般的米啊 穀物啊 鲨铁啊 玉米啊 这些穀物 green 一粒一粒的 可是它可以当文理 什么叫纹理呢 当然字面上知道意思啊 反正是木头啊 石头啊 它有个纹理 有些大理石的纹理很漂亮 所以做建筑用 做装潢用 但是纹理跟古物差很多 让就是跑啊 跑步啊 当竞选 这让这个是太多意思了 很麻烦 我们一次讲一个 就它有个竞选啊 它也可以融化 奶油 譬如说奶油融化啊 水在流啊 也可以是丝袜破掉啊 抽丝啊 丝袜破掉 也可以是那个挤兑啊 银行挤兑 一大堆人去 去领什么东西出来 一大堆人跑去领东西 挤兑啊 那甚至可以当那个 当那个养牛养羊的 那个 用篮子 牛醋啊 那个蓝色 关牛 关猪啊 所以它意思 好多啊 又可以当名词 又可以当动词 你看竞选跟跑 意思就不一样 那你说feature 我们一般讲是 一个人的容貌 五官长得好不好 可它也可以是长片 feature 它也可以是那个特刊 我们说那个报纸 有出特刊了 feature 也可以当动词 这边是名词 你看 这电影的长片 它长片啊 那为什么叫长片呢 那电影都长片了 那有些短片啊 有些就是弄个几分钟的 十分钟的 那短片 有些纪录片 短片啊 是吧 YouTube有时候弄个五分钟啊 那个 这个抖音啊 有时候弄个一分钟啊 几十秒啊 这长片 长片就是 总要一个钟头以上 一个钟头到两三个钟头 但一般也不会超过三个钟 太长了 就长片 电影就是长片 跟容貌没什么关系 embarrassed就是尴尬 让我觉得很尴尬 这大概是拮据啊 尴尬跟拮据不一样 没钱啊 拮据上 主要是讲那个没有钱啊 那没有钱 也就尴尬 也是尴尬 可是尴尬不一定是 只是因为没钱啊 所以 这个意思不太一样 那我像五个 频道 我的英文秘籍 尝试宝典啊 那这边就一字多译啊 还有正确发音啊 美式发音啊 实用绘画啊 这些等等的 你看going就是available 就是现有的 就是可以提供的 available 就是方便的 我现在有什么东西 方便的 手头就有 不要另外去拿 there is no job going 你不要说那边没有工作 正在进行 没有工作 正在跑步 正在going 正在走 这个解释不通 就是说目前呢 那就等于是available there is no job available 现在没有空缺 没有空缺 没有工作 没有现有的工作 in our company for the time being 目前 for the time being 片语 目前 there is no job going in our company for the time being 所以这going有时候 蛮好用 就等于available 但是你说 那我就记住available 就不要记住going 也可以 可是语言就是 你知道的越多 所以你跟人家讲话 或者你写文章 你的字 就是这边又出现 这个意思 下次又出现 差不多的意思 可是你可以用 不同的字表示 人家老是看 你这个英文的功力 不错 那你每一次 都用同一个字 人家也就会看反 所以语言 它是一种变化 像我们讲话 有时候我们讲话 我们有些人的语会 比较多 他的字词比较多 你就觉得 听他讲话很高兴 你看那个说书的 或者是脱口秀主持人 他常常 他的字就会变换 就是比较有趣味 你不然他永远都是 同一个意思 永远用那个字 就是 就是比较没有趣味 比如说文理 the way the lines or fibers and something 就某些东西 他的那个线条的方式 排列组合的方式 或者一个纤维 such as wood 就像木头 arrange 被安排的 被排列了 就是纹理 the way the lines of fibers and something such as wood arrange 那你说 石头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这边 such as 例如 这只要是有纹路的 都可以 都可以讲 green 它就不再是谷物 he sanded the woo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green 他这个sand 白是沙子 所以这个又是 一次多译 它也可以当动词 沙子的动词 就是那个海边 剪那个沙子 就是磨沙 用沙子去磨 就是磨得平滑一点 或者光亮 它不会很亮 就是磨得滑一点 把粗糙的表面 磨光滑 去sand 他磨这个木头 木头一般粗粗的 把它打磨一下 磨细一点 顺着in the direction of 顺着什么方向 顺着它纹路的方向 当然也可以照别句 你说它在打磨一个石头 让这个石头表面光滑一点 也可以 或者其他东西都可以 没有说一定是什么东西 he sanded the woo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green wood 你不要念成wood 它是wood 代额的音wood wood 那木头是wood 那如果加S呢 就不是木头了 就变森林了 就奇怪 那就很多的木头就变森林了 所以这个wood 木头跟森林 那意思不一样 加一个S就变森林 就差很多 she sanded the woo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green 顺着木头的纹路 纹路就是谷物 所以你下次用这纹路 那老二就 你的英文程度不错 那让人就变竞选了 不再跑步了 to be a candidate 变成一个候选人 in the election 在一次选举当中 比如美国总统大选 竞选 他的候选人 so a particular office 为了一个特别的职位 我们这边不要说 为了一个什么 办公司 office 为了一个军官 为了一个什么 我们就讲 为了一个职位 他有职位的意思 就是通常是 政府单位的 职位 不管是文人 或者军人 都可以 当然军人就不用竞选了 文人才要竞选 to be a candidate in an election for a particular office 像我们这边 破到母婴 就前面要加an 就不要加a 但是有些 他是母婴 但是加a 为什么 他不发音 it is signed to run the president of this country 那我们总统就大选 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 总统就一个 同一个时间就一个 那你说 这个选上 那个还没有 还没退位 还没下台 那也顶多两个 对不对 那小写的president 什么 就是那个总裁 总经理 校长 等等 那就小写 那很多啊 美国多少个校长 多少个总裁 那总统就一个 最多就是大选 所以顶多两个 但是马上又变一个 所以总统就大写 其他总裁 校长就用小写 他决定出马 竞选 该国总统 那feature 不再是长片 不再是容貌了 不再是五官了 a movie 就电影 电影就长片嘛 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以上嘛 两个多 两个小时很多嘛 就大概一个半小时 到三个小时之间 a movie that is made to be shown 就是电影要拿来作为 要上映 要展示出来 当然要卖钱嘛 in a theater 通常在一个剧院 所以theater 那当然也不只是电影啦 电影院也可以讲 movie theater theater当然也可以 它表演话剧什么东西 它只是一个表演场所 那我们一般讲是戏院 也不一定 要讲movie theater for entertainment 为了娱乐 放电影为了娱乐嘛 或者是 a full length movie 一个全部长的 全长的一个电影 长片 a movie that is made to be shown in a theater for entertainment 或者是 a full length movie 比如我们照个句 today's feature in this movie theater is what about world war two 这个简写 老师写的 world war one world war two 太麻烦 就常常写 WW一个i 或者两个i 这罗马字 罗马字就是 一个i就是1 两个i就是2 三个i就是3 那如果一个x就是5 那如果6就x 左右边加一个i 往右加就是 就多加一个 如果往减 左边写一个i就减 如果说 左边一个i 右边一个x 就是5-1就4 如果6的话 x右边一个i 就是5加1就是6 这个 这是一家罗马 它的用法 这world war two 你不要念 是WWII 那就是 雅六孝 today's feature in this movie theory is what about world war two world 这个世界是world 战争是war not world war two 不好念 截局就是 to be sad 就是 be sad 就是穷困的意思 就是缺钱 to be sad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就是金融方面 就财务方面 就钱 钱上面碰到困难 financial 就是你的 你的经济状况 有问题了 就很尴尬 或者是burden with debt 或者是因为你欠债 就是负担很重 就结局 就缺钱 to be sad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你可能有各种状况 所以加S burden with debt 这个B不发音 所以英文很多字不发音 不发音 你发音就怪怪奇 比如说 书字 cumb.com 它B也不发音 所以不发音的字很多 有的字首不发音 有的中间不发音 有的刺猬不发音 尤其是欧洲 尤其东欧那边 很多 还有书 它很多是不发音 尤其连续两个子音在一起 可是第一个不发音 或者有的是第二个不发音 所以看起来就是 很麻烦 就像普丁 Vladimir Putin VL两个在一起 就不好念 那当然有的是 第一个就很轻 第二个才是念重一点 所以这种碰到 连续两个子音 三个子音的字 就很难念 比如说 本来是尴尬 这边变成结局缺钱 比如说举个例子 The influence of COVID COVID 你念COVID也可以 像一般人讲是 COVID 你不要念COVID 它是Corona 冠状的 所以你要念COVID 然后本来是Virus 本来应该Virus是病毒 可是它这边就念Vid 就是念起来比较顺 COVID COVID-19 2019年 尾巴开始的 一般觉得可能2020年 其实2019的 11月12月开始 embarrassed many companies worldwide 你不要说新冠肺炎 让很多的 全世界很多的商业公司 都尴尬 那是什么尴尬 冲击 冲击它的营业 所以说很多 比如说坐游轮的挂掉 旅行社 飞机公司挂掉 那有些封城的时候 什么娱乐 餐饮 尤其电影院很惨 所以是冲击很多 可是怪就怪在 冲击大家都知道 一大堆要紓困 要干嘛 可是股市 标很高 这个有点莫名其妙 当然有钱人在玩 他没差 他有支撑的力道 或者政府 政府也是投注一些资金 不然照理说 新冠肺炎这么厉害 应该觉得股票 你说不崩盘吗 也至少大跌 没有 还给你涨回去 没什么跌 那我现在五个频道 大家给参考一下 那我们再念一下 这个 熟悉一下 它一只多一 Going 我们可以当作现有的 而不只是 正在走路中的 或进行中的 There's no job going 没有空缺的 In our company for the time being There's no job going In our company for the time being 你不要说 现在没有工作 正在进行当中 不是 没有空缺 Gran 纹理 不再是鼓舞 She sended the wor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green She sended the wor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green Run 竞选 不再是跑 那有的时候 它会变着 袜子 女孩子丝袜抽丝 破掉 去挤兑 奶油融化 官牛羊的蓝 那个圈 意思很多 那我们这边当竞选 He decided to run the president of his country He decided to run the president of his country 长片 一般是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以上 电影 就电影片 我们一般讲电影片 Today's feature in this movie theater 像这个有些字要念在一起 movie theater 要念在一起 不要念 In this movie theater 意思 那就不好 Today's feature in this movie theater is what about world war two 结局 缺钱 主要是指缺钱 金融上面的 财务上面有一些问题 The influence of COVID 念COVID 或者COVID 也可以 19 COVID-19 embarrassed many companies worldwide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embarrassed many companies worldwide 所以我们在那个母婴的前面贴取 要念D 就不要念The COVID 它是Corona Virus Disease 是这个意思 这一集讲到这里